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书在原武中写道 真正有气质的淑女 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 她不会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 去过什么地方 有多少件衣服 买过什么珠宝 因为她没有自卑感 一个人越是炫耀什么 越是缺什么 越是张牙舞爪向别人彰显自己的强大 内心越是自卑 他们需要靠别人的赞扬和奉承来证明自己 真正内心富足的人 是不屑于向他人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他们只会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充盈自己的内心 同样 真正聪明的女人也充满自信 行事低调 举止得体 同时不会轻易向别人炫耀这三件事 一 聪明的女人不炫耀自己的家庭 列夫托尔斯泰说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然而生活中我们绝大部分的家庭都难避免被琐事包围 谁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家庭一直幸福美满 过度炫耀和夸大自己家庭的美满 丈夫的宠爱和孩子的乖巧并不会引来大家的羡慕 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讽刺的是他的女儿那年刚满二十岁 多年来的恩爱都成了家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就在他老公东窗事发的前一年 他引以为傲的年级第一 冲击清华大学的女儿高考惨遭滑铁路 仅仅考上了省内衣本 但他平时要好的朋友 此刻没有一个人去安慰他 因为他以前一起聚会时 不仅疯狂炫耀 还拉财讽刺别人的老公 惹得大家厌烦 后来他也不再去和朋友们一起聚会 很少有人会真正盼你好 大部分人都希望你过得好 但不要过得比他好 所以真正聪明的女人 从不炫耀自己的家庭 二 聪明的女人不炫耀自己的财富 收入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聪明的女人 不会向别人透露自己 真实的财务状态 更不会随随便便在网上 或朋友间落负 然而现实生活中 炫富的却大有人在 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 最常见的是 我们参加同学聚会时 总会遇到那么几个 吹嘘自己的同学 男人会说自己开了几家公司 挣了几百万几千万 事业有成 女人会晃动自己身上昂贵的饰品 博得关注 顺便说出自己的老公 挣钱多厉害 对他有多么疼爱 但这种炫耀财富 不仅不会让别人羡慕 反而会招来嫉恨 我们时不时就会看到 有人胜负被踢出班级群的新闻 就是最好的证明 君子无罪 怀必其罪 有钱并没有错 但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财富 就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不仅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有可能伤害你 大一哥朱之文一炮而红之后 反而多了更多的烦恼 同村人却纷纷来找他借钱 但却不肯还钱 你这么有钱还要我们还钱啊 是村民给大一哥套上的枷锁 后来大一哥不再借钱了 村民们却怒了 不停地骚扰大一哥一家 导致他们一家人无法平静生活 上书中写到满招损千受益 其实炫耀财富的女人 正是精神空虚 不热爱生活和缺乏财富的表现 朋友圈的买买买吃吃吃 名牌包包大牌口红 是因为他们的生活 除了买买买之外 并没有什么好分享的 英国作家培根说过 任何个人财富 都不能成为个人最终的生命价值 真正懂得生活 热爱生活的女人 是不会沉迷于金钱带来的短暂快乐 反而会热衷于提升自我能力 带来的延迟满足 同时 真正聪明的女人 也深知财富外露的重要性 低调形式不仅是她的风格 也是她在生活中的保护伞 三 真正聪明的女人 从不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学识 经典节目中国狮子大会的爆火 毫不意外 但让人意外的是 最火的不是学识丰富的专家评委 也不是成绩优异的各个挑战者 而是主持人董卿 董卿主持时落落大方 谈吐优雅得体 点评到位 引经据点十分恰当 但是董卿却从未炫耀过自己的学识 他落落大方的谈吐 他与专家认真谈论的知识储备 无不彰显着他的文化底蕴 一个人的气质里 藏着他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 此话不假 罗祥说 一个知识越贫乏的人 越是有种莫名其妙的勇气 和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我们读书是为了明辨势力 提升自我 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 读了多少本书 书本华说 炫耀自己的才华 卖弄自己的精明 只不过 旁敲侧击地嘲笑别人 愚钝和无能 真正有学识的人 也无需刻意炫耀自己的学识 你的一言一行 都是你学识和教养最好的体现 心理学家阿德勒在 《自卑与超越》中说 炫耀的本质就是自卑 因此喜欢过分炫耀的人 通常自卑感强烈 对自己的肯定 无需通过向他人炫耀得到赞赏 过度的炫耀反而成了卖弄 失了自己的气质与风度 生活过得好不好 只有自己知道 比起给外界的人营造人设 专注自身提升自己 经济独立 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应该做的事情 四 低调的女人其实最幸福 人这一生中有太多无谓的争执 有些人爱争一些物质上的东西 有些人爱争做一个全能的人 结果 越争越没有头绪 越争越会迷失自己 人生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 也不在于他人的看法 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宁静 活得通透 悠然自得 一个人这辈子怎么活 其实不是别人来给你安排的 也不是跟随着他人 而是你内心的选择 你的心境 那些过得安静而幸福的女人 在这个吵闹的都市里 独守自己的清欢 话不多 但是却心如明镜 活得深刻而通透 早就不在意周围人的看法了 他们的内心活得充实而热烈 把大好的时光都花在自己的身上 根本无暇顾及他人 也没有心思去理会别人的想法 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的内心时 他就会活得更自由 世界也会更宽阔 这个时候他所在意的 就不再是生活中那些狭窄的圈子 而是自己想要追求的精神世界 他们拥有一颗从容的心 在经历山河岁月的变迁 有了平湖秋雨后的淡定从容 静静地努力 静静地提升自己 低调却自带光芒 散发着一种淡雅的气质 安静的心境里 深藏着有趣的灵魂 那些低调的人 不是没有什么可炫耀 而是他们知道 比起炫耀 默默努力经营自己 才是追求幸福最好的方法 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 有的人希望分享这份喜悦 将幸福一直挂在嘴边 好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很幸福 有的人则保持低调 只字不提 因为幸福是自己的 和别人无关 其实太高调地炫耀幸福 常常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和反感 反而长久不了 正所谓秀恩爱死得快 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 真正能够长久幸福的爱情和婚姻 都是低调不张扬的 默默守候美好的感情 低调的珍藏 慢慢品味细水长流 真正幸福的女人 从不需要炫耀什么 也不需要到处去显摆 幸福是自己的 拥有就好 只要做好自己 戴着名牌也从容 穿着布衣也舒坦 低调是一种态度 它来源于智慧和自信 幸福的女人都有一个特质 那就是低调沉稳 安静美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